这座总面积45平方公里广的小岛是南韩最西端的领土 驻守在岛上的三军士兵人数多国居民 蛇龙包围着的沙滩每一处都可以看到北韩领土 这就是朝鲜半岛北方界线五岛之一的白领岛 1950年代韩战敌对状态结束后 南韩取得了小岛的控制权 由于地理位置正处于军事对峙的最前线 岛上的五千居民一直活在战火的威胁之下 交通要道有坦克停在路边 每座山丘都有钢绍 景色优美的沙滩也针对装甲车以及坦克设有龙牙 两韩在此最严重的冲突是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 当时南韩海军的天安号护卫舰 在距离不到一公里远的海域遭北韩鱼雷击沉 舰上104名官兵不幸有46人殉职 2013年美韩例行春季军演期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又点名威胁 要将白领导变成一片火害 为应对平壤突袭 首尔2017年在白领导举行两期入侵模拟演习 小规模的零星冲突更是经常发生 10月11艘北韩船只越过北方界线 曾引爆南北两军短阵交火 对首尔当局来说 白领导更具有重大的经济战略地位 这里掌控了关键的黄海航线的进出 若是失去了白领导 但同意斩断西海岸最大港口 人穿港的对外交通 白领导同时也是一座自然景观 保存良好 渔业及观光资源丰富的岛屿 像是被朝鲜王朝学者 形容为老年之神 最后一个杰作的头五金咸癌 以及世界独一无二 可供军用运输机起降的沙串海岸 渡轮固定从人川往来白领导 每周约有数百名旅客专程前来领略 战地前线的风光 公事新闻王后文编译